今天我跟妹妹一起去海边看日落 你们觉不觉得这个建筑物长得特别像破水管子 这我不太懂大城市的审美 然后看到了一只特别白的鸽子 最近特别喜欢吃芬达鱼味的紫菜包饭 接下来做了一些不太文明的手势 So sorry 这个味道还是不错的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有点那个该溜子的感觉了 来到了我们最近特别喜欢喝的一家奶茶店 给大家驯用一下我Hello Kitty的耳机盒 是我好朋友送给我的 然后这个是我跟Emily最近特别喜欢喝的泰国奶茶 叫做Tai Green Milk Tea 这个是我最近在看了一本书 它是关于吸引力法则 名字是The Secret秘密 它讲的就是一个比较著名的叫做Septona Method 通俗点讲这个法则讲的就是你关注什么就会吸引到什么 这个不是什么玄乎的东西我感觉对提升能量和改变心态都挺有帮助的 我们大概待了三个小时之后就走 我们走过这个的时候我说你小心别走上面 然后这个人听着不听非要证明 他不害怕 你看我幼稚 然后我们刚刚开车到海边这里 人特别多 不过真的很适合约会 可能会有一些人好奇就是我跟Emily已经在一起超过三年了 是怎么让我们的情感保鲜的 那我们其中的一个灭绝呢 就是像这样会偶尔一起去约个会 再看 然后我们还看见了一个美女跟她的光头男朋友在拍照 你别说老外这小日子过得还挺舒坦的 还放风筝 我倒好久没放 我特别想看到他们拍完的结果 不知道会不会被我刷到 接下来这是必不可少的拍照时间 大家のは什么也ao 有双乱看的 还有什么也是 可以配合下来 我已经去约一里了 有位往又回错 你要去哪一里 没有 不知 Tôi不知道 糟糕 你怎么会做呢? Oh my god ok, it's fine, I don't want to kill you 做 it I don't care, I don't want to die 不行 逛累了以后我们就找了个地方坐下来了 因为太阳马上就要落下去了 本来想腻歪一下,结果 一家人经过,怪不好意识多 他们拍完照片就走人了 你别说这个车还蛮酷的 我也想开 我俩终于等到日露了 因为太阳落下以后就有点冷了 不过是真的很好看 粉粉色津津津的 你看这女的素颜怎么这么好看呢? 还 再过一会儿就变成了紫紫的 红红的颜色 看得差不多我们两个就走了 实在是太冷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去看日露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拜拜